你不能从这个房间里出来 要一直在这里生活 如果不遵守约定的话 我就不需要你了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探气录 我是你们的朋友老默 今天呢 给大家讲的是日本新系少女 监禁事件 也称日本地狱屋事件 这些案件发生于1990年11月13日 地点在日本新系县三条市 当时名为佐藤宣行的28岁男子 把9岁的少女诱拐至家中 强迫少女在只有16平方米的房间里 度过了9年龄两个月 但少女并不是佐藤第一个 想要监禁的小女孩 那么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962年7月15日 佐藤出生了 她的父亲在当地拥有一家出租车公司 自她出生便为她提供着优渥的物质生活 母亲则是一名保险从业者 她的父母结婚时 父亲61岁 母亲35岁 因为是老来得子 而且还是独生子 所以对佐藤一向很溺爱 就算她成年了以后 父母对她的溺爱也没有减少 但此时的父母并不知道 他们过分的溺爱 不光害了自己 也害了别人 在佐藤一年级的时候 父亲新建了房子 把二楼16平米的西式房间给了她 一心为孩子的父亲哪能想到 这个房间在之后 成为了爱子对少女实施监禁的监狱 到了中学一年级的时候 则是她的父亲已经70多岁了 因为父亲 佐藤在学校总是被同学嘲笑 讥讽他的父亲长得像他的爷爷 所以佐藤很害怕去学校 又在这个时候 佐藤患上了不解恐惧症 就是对乌乌细菌的病态恐惧 又因为父亲年龄的关系 佐藤觉得自己的父亲很脏 所以开始疏远父亲 到了高中时代 佐藤长到了1米75 但是因为说话的方式比较温和 没有男性的霸气 所以被同学们称为人妖 并再次因为自己的父亲被同学嘲笑 还说 他的母亲为什么要嫁给一个老头 佐藤因为这种事 时常动手打自己的父亲 质问他 为什么要娶自己的母亲 也同样质问了自己的母亲 为什么要嫁给这样的男人 因为在他眼里 同学的嘲笑 给他带来了很深的创伤 佐藤的父母在这时一定很心痛吧 谁能想到自己最心疼的孩子 开始责怪自己 还动手打了自己 这是对父母最大的侮辱啊 到了高中毕业以后 佐藤成为了汽车零件制造厂的工人 之后用一杯自己被蜘蛛网弄脏了等奇葩原因 关在家里不出门 父母怎么劝说都没有用 从这之后 就完全没有再工作过 1981年7月 19岁的佐藤 把自己的父亲赶出了家门 没办法的父亲 搬到了养老院居住 23岁的时候 佐藤和母亲说了一番话 我差不多该自立了 不能一直依赖着妈妈 希望你能给我建一个 独立生活的房子 有了房子 我就去找工作 母亲听了非常高兴 于是马上拿出700万日元 来增建房子 但是佐藤坚决拒绝 施工人员闯入自己在二楼的房间 所以扩建 中途停止 关于佐藤的再就业约定 也就没有履行 在此之后 佐藤的母亲 在某种意义上 成为了当地的名人 经常被自己的孩子 逼着去买偶像的唱片 赛马新闻等 人们经常在赛马场看到一位 孤独的妇人 坐在场椅上 等待着赛马结束 有几次 佐藤在赛马中获胜后 就让母亲去寿司店 买了10个顶级金枪鱼饭团 价格为8000日元一个 在1984年 根据当时的汇率 8000日元约等于人民币480元 这就是 佐藤宅在家里生活的方式 1989年6月13日 他想要将一名 小学四年级的少女 带到空地上 但是被其他儿童看到 及时地报告给了 学校的保卫人员 佐藤当即被抓 9月19日 新系地方法院 因强行猥亵未遂罪 判处佐藤一年有期徒刑 缓期三年执行 并从同年10月5日 开始实行 当时的法官认为 佐藤重新犯案的可能性比较低 将监督和指导的责任 交给了母亲 又因为当时警方的工作懈怠 并没有将佐藤登记在 犯罪前科名单中 从而影响到了之后 对受害女孩的搜救 大家应该都知道 一般在案件发生后 警方首先是要找之前 有没有发生过同类型的案件 如果调查的话 也是先调查有犯罪前科的人 就是因为当时警方 没有登记佐藤的犯罪前科 导致当时搜救受害者时 就没有详细调查佐藤家 如果这时警方登记了 佐藤的犯罪记录 受害女孩是不是可以 早一点被救出来呢 在这一年 还发生了另一件事 被佐藤赶出家门的父亲 去世了 就在佐藤的三年缓刑期间 发生了本期要讲的 新系少女监禁事件 1990年11月13日 下午5点左右 在新系县三条市 28岁的佐藤坐在车里 看到了放学途中的少女 佐藤手拿凶器接近少女 并威胁少女不要发出声音 将少女强行带到车上后 朝着自己家的方向开 在快到家的时候 佐藤害怕少女挣扎 又怕少女看到他家周围的景物 于是停车 把少女的双手和双膝 都用胶带缠住了 就在这时 少女问佐藤 我能回三条市的家吗 回爸爸妈妈的家吗 佐藤回答 不行 今后你要和我一起生活 到家之后 佐藤把少女抱上二楼 取下来少女的眼罩 然后对他说 你不能从这个房间里出来 要一直在这里生活 如果不遵守约定的话 我就不需要你了 我会把你埋在山上 也可以扔进海里 还说了一系列威胁性的话 从这天 就开始了长达 九年零两个月的监禁 被绑当晚七点四十五分 少女的母亲发现 少女没有回家 立刻报警 提出搜寻请求 新系当地警方 和学校人员一百多人 参与搜寻未果 第二天 搜寻人数达到了200人以上 但依旧找不到丝毫线索 同月十五日 警方建立了 由107名人员组成的 失踪少女事件调查组 之后 搜寻的范围 扩大到了周边的村市 还动用了直升机 进行空中搜寻 甚至对空房子 集装箱也进行了搜寻 并实施了夜间盘问检查 警方还制作了 两万张寻人启示派发 又在24日 分发了一千张 补充了少女 其他特征的寻人启示 就算是这样 还是毫无头绪 搜寻队员们 经过这几次的搜寻 点线索都开始灰心了 11月19日 搜寻队缩小到80人规模 12月25日 当地消防团停止搜寻 此后的九年里 每年的11月13日 三条市的警员 都会在学校和路上 派发少女的寻人启示 1991年10月20日 警察第一次寻回调查 访问到佐藤家 但没有发现异常 自从囚禁少女开始 佐藤便反复使用 威胁性话语 将刀摆在少女面前 以及用拳头 数十次殴打少女的面部 等暴力方式 将少女折磨得痛不一声 在最初的两个月 到三个月的时候 少女的双手双脚 都是被佐藤绑住的 最后双手是解开了 但是双脚的捆绑 则持续了一年之久 在这期间 少女已经丧失了逃脱意志 而且还产生了 学习性无力感 在这个房子里 佐藤要求少女 不能发出声音 在佐藤进出房间时 少女必须对 把眼睛闭起来 或者是藏在茅坛里 而且佐藤还不允许少女下床 如果违反了 她开始作为暴行工具的 竟然是佐藤命令 母亲购买了的电击枪 如果少女 没有把她的赛马电视录下来 她就会使用电击枪 少女在经受这样的暴行时 佐藤也不允许她发出声音 少女只能咬着自己的身体 或者是毛毯 强忍着不发出声音 在长时间被这样对待下 少女产生了分离性身份障碍 说的通俗感就是多重人格 少女的精神 用这样的方式逃避现实 产生了被殴打的 不是自己的假象 一开始是由母亲 为佐藤准备便当 佐藤会拿到楼上和少女一起吃 后来因为不想给 年纪大的母亲增加负担 所以改为自己从便利点买便当了 1993年6月22日 警察第二次巡回调查 访问到佐藤家 依然没有发现佐藤家中的异常 1996年 佐藤发现少女的脚上长得痣 她担心少女是因为 经常吃高蛋白食物 而引起的糖尿病 也担心少女身体太健康的话 会逃跑 所以她选择给少女减餐 改成了一日一餐 几个月后 少女的身体开始恶化 体重不断下降 精神开始萎靡不振 对于这样的情况 佐藤也只是在每日一餐里 多加了一个饭团 由于少女长时间在床上 没有办法活动 佐藤害怕她得糖尿病 就允许少女下到地板上走 但这个时候 少女的肌肉已经很明显的萎缩了 她只有抓着佐藤的手臂 才能勉强站稳 另外 在这个地方 少女上厕所的方式 也和正常人不一样 这个排泄方式是模仿佐藤的 先排泄到塑料袋里 然后再放到屋外再扔掉 因为佐藤有严重的不解恐惧症 不能正常的上厕所 只能用这种方式 在被捕后 佐藤说过 对于自己出入房间时 让少女遮住脸的理由是 因为不想被看到 走廊里摆着的塑料袋 谁都不会想到 竟然是这样荒唐的理由 在这九年里 少女只洗过一次澡 还是因为她从床上掉下来 沾到了地上的灰尘 佐藤才觉得无法接受 就把少女的眼蒙上 洗了一次澡 在这九年里 少女拥有一个收音机八年 直到被禁锢的最后一年 才获准看电视 在平日里 佐藤喜欢把自己看的一些漫画 和报纸给少女看 还会和少女讨论一些发生的时事 关于这一点 佐藤的回答是 为了让她成长 不要一直是一个孩子 少女被救之后 在对少女的检查中发现 和一般同龄人相比 少女没有明显的知识水平下降 在知识量和词汇量方面 也没有明显的延迟 后来这一点 也成为了佐藤辩护律师 要求佐亮的材料之一 1996年1月 佐藤对母亲的殴打 是越来越严重 母亲实在是受不了了 所以就去保健所 控诉了佐藤的家庭暴力 保健所的职员 当时想要进行家庭访问 但是母亲却以儿子暴躁为由 拒绝了 改为到指定的精神病医院 开治疗精神的药 带回家给佐藤吃 1988年8月13日 警察第三次巡回访问 调查了佐藤家 依旧没有发现佐藤家中异常 1999年 佐藤开始对母亲使用电击枪 同年12月 母亲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伤痛了 再次来到保健所 并和医生说 最近儿子的暴力很厉害 如果不按照他的意愿 就会被打 被踢 束缚我 甚至连厕所都不让我去 组织医生提出了 佐藤必须强制住院的建议 这次母亲也同意了 2000年1月19日 为了确定事件的真实性 保健所职员访问了佐藤家 但是因为佐藤 避紧房门 不愿出来 所以没能见面 之后 精神病院 保健所 市政府 进行了协商 决定了强制住院的实施日 为此 执行小组也成立了 1月28日 为了实施强行住院措施 相关医疗人员 保健所职员 和市职员等7名人员 来到佐藤家门口 有两人在家门口等着 其余5人上到2楼 精神医生在门外说 我是受到你母亲的委托 来给你看病的 没等佐藤回信 就进入了房间 所以在床上的佐藤 马上反应过来 质问道 谁让你们进来的 医生说 你被认定需要住院治疗 便给佐藤注射了镇定剂 在等待镇定剂生效的时间里 医生发现床上的毛毯有异动 市政府工作人员 用剪子剪开毛毯 里面出现了一个白头发的少女 至此 9年过去了 少女终于见到了佐藤以外的人 这是工作人员 询问少女的基本情况 激动的少女 开始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说话逻辑开始混乱了起来 医生觉得 暂时从少女身上 也得不到什么答案 就把楼下的母亲 叫上来询问 这个少女是谁啊 母亲回答 不知道 我没见过 医生对少女说 和你一起住的这个男人 要去住院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你怎么办 少女这时居然问佐藤的母亲 我可以在这里待着吗 佐藤的母亲同意了 但是工作人员说 必须要联系到你的家人 接着少女说 我的家可能没有了 这里可能是我的家 随后执行小组 把少女 佐藤 母亲 三人一起带到了医院 在开往医院的车上 医院志愿再次询问了 少女的名字 少女一口气回答了 自己的名字 住址 出生年月日 父母的姓名等 记录下这些信息的职员 联想到三条市失踪的少女 工作人员联系了警方 已经知道了 在佐藤家那个女人的名字 她自称是三条失踪的少女 接到这个消息 三名刑警急忙赶到医院 将少女带回警察局 进行了指纹核对 确认被发现的少女 和三条市失踪的少女 是同一人 当天晚上 少女的母亲 从三条市赶来 在经历了九年 年龄两个月的痛苦煎熬后 终于重逢 另一边 佐藤被强行住院 两周后的 2月11日 恢复健康的佐藤 乘坐警车 从后门出院 下午2点54分 佐藤正式被警察逮捕 被捕后22天 新系地方检察厅 以涉嫌绑架未成年人 和监禁智商的罪名 向新系地方法院起诉 5月23日 首次公审 受害者的父母 决定旁听 在宣读受害女孩的笔录时 父母的表情 几乎没有变化 只是很认真的 在听着每一字 一句 但是当时在场的人 都能感受到 父母的悲伤和愤怒 在审讯中 佐藤供出 当时绑架A的理由 是因为少女很可爱 旁边刚好没有人 所以决心绑架 在监禁的这九年里 佐藤说 一直把少女当做朋友 他不断地在跟少女 灌输赛马 汽车这类知识 因为他将和少女 一直在一起 少女因为不想挨打 真的很努力在学 因此 佐藤觉得少女 是和他最聊得来的女性 所以不愿意放了她 在之前发生的 女高中生 混凝土杀人事件中 犯罪者母亲 知道受害者 在家中二楼被监禁 还受到集体暴力的情况下 选择了一直忽视这件事 间接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所以在新系少女 监禁事件刚发现时 警方对同样 住在一楼的佐藤母亲 产生了怀疑 在当时的报纸杂志上 也有关于 母亲是共犯的报道 但是情况并不属实 母亲供诉 不知道有人被监禁 二楼好几年都没有上去 之后的搜查显示 包括佐藤房间在内的二楼 全都没有检测出母亲的指纹 少女的自诉中说道 都不知道佐藤母亲 也在这个房子里住 证实了佐藤母亲的话 在公审前 对佐藤进行了 检疫精神鉴定 报告显示 佐藤是自爱性人格障碍 和强迫性人格障碍 没有分裂症 但佐藤的辩护律师称 佐藤有病态洁癖 并提出 佐藤母亲在这次事件 发生前几年就曾带佐藤 咨询过精神科的事实的 因此佐藤的辩护律师主张 佐藤有着常人无法理解的 病态一面 精神状态不正常 要求再次进行精神鉴定 佐藤在第三次公审中 开始供述能看见王妇的样子 从和蛇之类的东西 还产生了幻听 在第四次公审中 对佐藤实施了精神鉴定 并在第六次公审中 公布了结果 鉴定书中 关于佐藤的精神报告如下 佐藤虽然被认为 有分裂型人格障碍 和强迫型人格障碍等人格障碍 但是被判定 没有失去正常的逻辑思维能力 另外 佐藤所说的幻觉和妄想等 是受到从被逮捕至今 一直被拘禁的影响 因此所谓的幻觉和幻听 是被夸大了 对犯罪行为没有直接影响 但日本法律规定 监禁罪最多判处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这个消息让整个日本哗然 大家都在找佐藤的罪名 终于日本警方发现 佐藤在被捕前一年 在当地的一家超市 为少女偷了几件衣服 因为这件事又能加上一条盗窃罪 2002年1月22日 监禁罪盗窃罪两罪合并 地方法院判处佐藤有期徒刑14年 并将之前未判决时 拘留的350天也算入刑罚 1月24日 佐藤辩护方提出上诉 12月10日 高院判决公审 废除一审判决 将刑期减至有期徒刑11年 2003年7月10日 最高法院判决公审 推翻了二审判决 支持一审判决 确定对佐藤判处 有期徒刑14年 他在公审这段时间里 体重一直在减少 后来变成了走路都需要看护的状态 之后被转移到八王子医疗监狱 接受治疗 2015年2月19日 新闻报道 佐藤在千叶监狱服刑 2015年4月 刑满出狱 2020年1月23日 星系日报报道了 该男子出狱后 独自在千叶县居住 2017年左右 在公寓中 自己的房间病死 佐藤的母亲 在佐藤坐牢时 因为痴呆症 而住进养老院 最后在佐藤复兴期间去世了 视频刚开始就提到了 佐藤在第一次犯案后 警方并没有对佐藤进行犯罪登记 而且在少女被监禁的 9年2个月里 三次巡回调查 去过佐藤家 却没有得到任何的有效情报 结果导致了 这件事情的长期化 警方也表示了 对于9年没能救出受害者 对受害者和其父母的深切歉意 2005年1月1日 修正刑法实施 监禁智商的徒刑 和长期监禁的刑期上限 从10年提高到了15年 之后少女参加了 此次事件后 补办的成人礼 还取得了驾照 并和家人一起去看 现场足球比赛 以及家庭旅行等 正在恢复日常生活 在案件刚被爆出来时 有一部分对少女有些疑问 我相信现在在看视频的你们 也会有同样的疑问 那就是 在这9年里 少女没有逃跑的机会吗 一开始有种说法 说少女产生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有把佐藤视为命运共同体的错觉 但是这样的说法 被公审时负责佐藤的 精神鉴定遗师给否定了 并在精神鉴定书中这样写道 少女说 即使男子没有束缚自己 也总感觉到一种 被看不见的胶部 束缚着手脚的感觉 男子觉得不满意的话 就会用刀 为了生存 自己最好还是不要离开这个房间 我觉得没有精神 所以没有还活着的感觉 虽然很想大声哭 但是还是忍住了 我绝对不是想和男人在一起啊 其实少女在这样长时间的监禁中 产生了之前说到的学习性无力感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学习性无力感 首先 人和动物一旦失去希望 就会失去力量 之后有人用狗狗做了这样的实验 把狗狗绑起来持续电击 无论他怎么努力 也逃脱不了那种痛苦 接着 把狗狗带到别的房间 再给他电击 但是 这次如果从地栏杆跳过去的话 就可以从电击中逃脱 结果一直不断受到电击的他 也只是蹲下 一直忍受着 这只狗狗被迫学会了 自己无论怎么努力 也逃避不了痛苦 被捆绑的狗狗陷入绝望的这种状态 就叫做学习性绝望感 或者是学习性无力感 9岁的女孩被监禁 一直受到成年男性的暴力袭击 结果产生学习性无力感 即使看起来能逃跑 也觉得努力是徒劳的 因此失去了逃跑的勇气 除此之外 在监禁时 少女基本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 甚至严重到连下床 都需要左腾扶着才能站直 不管是从精神上 还是身体上 都是极其痛苦的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直到被救出来时 少女都还保持着自己的心 之后警方在被监禁的房间里 发现了少女的书包和笔记本 笔记本上 写满了家人的名字 自己的名字 学校的名字 密密麻麻写了好几次 也许是在恐惧中 在颤抖中 一遍又一遍流着泪血下的 即使在严固的环境中 她始终没有忘记对家人的爱 对自己的爱 这样的感情成为了这九年两个月里 生存下去的力量 我在感叹着少女的努力时 也感受到了罪犯的残忍 只希望不要再发生相同的事情了 好了 本期的探奇录就说到这里 喜欢我讲的朋友还是老规矩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我是老莫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